后来中天新闻 我们要带您看在高雄市前京有一家彩券行 明明是大白天 却被一名持着玩具手枪的抢匪给闯入刑场 歹徒翻过柜台 搜刮收银机里头的现金还不够 因为呢已经得手了十亿万多元哦 但是离开的时候呢 还不忘把桌上一千多张的呱呱乐彩券通通拿走 警方后来从沿路的监视器锁定了抢匪 把人带不到爱 他居然还抱怨只刮中了一些小奖而已 12月2号上午7点多 这名抢匪头戴棒球帽口罩 闯进了位在高雄市前京区的这一家彩券行 随即掏出这一把玩具手枪 指着店员翻过柜台搜刮财物 就把他们抽屉里面隔日营运的这个现金 大约11万多抢托一空 歹徒共抢走了11多万元的现金 离开时还把桌上一千两百多张的呱呱乐彩券拿走 并开车迅速逃逸 警方后来调阅沿路的监视器发现 作案的前两天 抢匪就到现场勘查过地形 而从地缘关系也锁定了一名 有窃盗请客的男子 在他藏地的旅馆把他逮捕到安 也来不及到彩券行兑换 就为警方所查获 警方从房间内起出9万多块钱的赃款 而被抢走了1200多张呱呱乐彩券 只剩下800多张 夸张的是被捕的时候还嫌刮到的都是小奖 强匪共称因为缺钱花用 加上要缴车贷和酒驾的罚款 才会出此下策 抢人裁券还敢嫌弃 中奖的奖金太少 警方二话不说 把强匪移送法办 记者翁成文蔡双吉高雄报道